总听到有人说实体经济的衰落 那就是活该 房租高所以卖东西贵 说平台话那是好事 这种竞争是良性的 是社会的正常发展 哎呀哥们目光放长远一点 房租再高 毕竟房东有很多 他们之间还有那么一丢丢的竞争 等网络平台要真垄断了 他们其实就是个大房东 你猜他们的租金 那能低得了吗 这不这两天就有网友爆料了 霍拉拉终于也露出獠牙了 车主想要在上面接单 就得先充会员 要不然每天只能接两单 而且充会员你还不能犹豫 会员过期了 如果没及时续费 那隔天就给你涨200 有什么可好 其实不论是网购社区团购 还是外卖网页车 这些大厂的玩法都是一回事 砸钱 垄断 然后吃人 举个例子 假如我是养货车的 以前我们这些货车司机 每天都会到同一个地方停车 等活 俗称叫占大岗 后来有了霍拉拉 每天就能多接几个活 而且平台有补助 过了段时间 补助没有了 平台开始抽提成了 而且推出了会员 每个月要交会员费才能接着单 我一算账 这比原来站大岗的时候 赚的少多了 但是你就发现了 因为大家都去用货拉拉了 原来等活站岗的那个地方 已经没有车了 也没有人到这里来雇车了 没得选了 要么接受 要么转行 再接下来 这会员是越来越贵 平台的抽拥也是越来越高 我发现我已经变成打工的了 甚至都不如那个打工的 反观客户 他得到实惠了吗 没有 因为平台把实体搞垮了之后 客户也没得选择了 最后肯定是买的多花 卖的少赚 钱都让平台拿走了 他们这是良性竞争吗 绝对不是 如果让他们这么砸钱胡搞 小商小贩消失的那一天 他平台提供的就不是方便了 是麻烦 是垄断 所以朋友啊 哪怕你的行业没有被所谓的平台给盯上 也不要为他呐喊诸威了 这属于被人卖了 还替人数钱呢